各位同心 現在開始上課 大家請坐 各位同心 現在開始上課 大家請坐 各位同心 大家好 這樣聲音有聽到嗎 沒有聲音 這樣比較大聲 好 真感謝各位 真有耐心 坐到現在又繼續聽上課 真開心 看到各位坐在這裡 大家都是有福氣的人才可以聽到這個法律 可以來坐在這個地方上課 那 民進府到現在 我們要感謝很多我們的祭崗健博 他們很努力來維持 來支持 來支持我們的民進府 所以呢 到今天 86 期 是很大的信仇 我們要感謝我們的 林基辛秘書長 還有很多建博的動心 迎連努力 維持到民進府到今天是非常偉大的成就 那我想各位給我們的前輩們鼓勵 感謝他們 那以後我們也是 那以後我們也是 我們感謝前輩 以後我們後期的完備也會感謝在座的各位 所以大家都懷著感恩的心來上課 好 那謝謝各位 那今天呢 我們要來上課的 第一個是法律祖母 有三個問題 這是很重要 要釐清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什麼是民進府 還有什麼是民進府 那現在誰有台灣的租款 好 這是今天上課的重點 除了問這三個問題 以外 我們要問我們自己 我 我的法律的身份是什麼 你們自己也要問你們自己 你們自己的法理身份是什麼 是台灣人嗎 是中國人嗎 是中華民國人嗎 到底是什麼人 到底是什麼人 我們自己的法理身份要弄清楚 好 所以今天的 我們的學士的重點有三個就是 就是 測量不能以專注款 第二的是流氓政府不能集大學法 那第三個就是 立修美獎 這是今天要知道的三個重點 好 好 那我們來到這裡 之前已經有聽過 民進府也有聽過什麼叫做流氓政府 應該是 有點知道又不太知道 那很多問題 我們今天要把理清清楚 好 第一的什麼叫做台灣 civil government 我們先來研究什麼叫做 civil government 這個 civil government的意思就是說 是一個民主管理 或是民主黨局 或是民主政府 民主機關 那它是來 共濟自行法論 跟維持國家秩序的機構 那它不是這個民主黨委 是這個民主的機構 那這個 civil authority 或是 civil government 是委隊來的 這最早是在歐洲的古希臘時代 他們慢慢的人口聚集 然後形成一個 city 形成城市化 城市化之後人跟人的 那個來往就很頻繁 那很頻繁之後呢 人們是人幾感度 會想說 要怎麼來管理一個 人口重多幾的城市 所以形成了一個 城邦的概念 那 東西的人他都想 也觀察自然都想到 自然跟人的關係又是什麼 人要互相來往 那跟自然之間 人跟自然的互動又是什麼 所以 那 人會觀察東西 希臘的人會觀察 自然界的秩序 是 一個人類最高的法則 或是範本 那 跟 這個 他們會去關心 說 自然跟鳳修 時間有什麼差別 我們說這個自然法 簡單來說就是 這個自然法 自然法都是 兄弟 是自然法的創立者 那我們人就要遵循這個兄弟 創立這個自然法 我們不是在傳教 我們只在講那個 國際法的起源 所以你把那個上帝想成 是你信仰的神 比如說你信仰的是 阿彌陀佛或是 觀世音菩薩都可以 所以那 這個自然法等於是上帝 或是神的律法 那人要去遵循他 好 那這個自然法呢 有討論的對象 就是有最小不可分割的元素 那既然是討論人 那人就是一個完整的元素 不可分割 不可以說一個人 你把手拿起來 你因為他他拿的東西 就說我來出發你的手 我把你的手拿起來 這樣是不行的 好 這個人是一個完整的人 所以 他是一個討論的完整的對象 不可以再分割 所以 為自然法 發展到後來的國際法 好 國家就是我們 討論的單位 單位 所以 國家也是不可分割 國家的領土也是不可分割 好 這個是等一下之後他會講 好 所以我們有這個自然法的概念 好 這 國際法 是從萬國公法來 萬國公法就是從這個自然法衍生過來的 所以我們現在我們先知道 這個國際法的源頭 就是由這個組聯回來的 好 那這個自然法還有一個重要的 一個 那個 重點就是說 自然法是什麼 就是 他的特性就是 他是引導人去向善 好 引導人去向善 所以 如果我們一直研究這個國際法 就會發現說 國際法提供了一個 讓人類生活往善良的方向去運作下去 好 所以國際法是 讓人類社會能夠趨向於善良的境界 所以這個就是自然法的用意 好 那 同時的 英國的 哲學家 是有說 自然的權利 有生命款 自由款 財產款 這是相對 給我們人的 好 那 那個 這個權利呢 是 自然就有的 不是人給人 但你 你也不能剝奪 好 不好意思喔 不好意思喔 好 那為了保障我們這些自然的權利呢 在這個美國獨立宣言有寫 1776年的他們的總統有寫 Thomas Jefferson 他有寫說為了保障這個自然的權利 生命權 自由權 財產權 所以人類才建立了政府 所以建立政府的目的也是為了保護我們 保障我們的生命權 自由權 財產權 好 好 那當時呢 後來到了 歐洲 那個十七世紀的時候 他們經過經過一千年的中世紀 那是 以教會為最高的統治 他不只管精神 也管你世俗的生活事物 管你的 生老病死戰爭 繳穢等世俗事物 當時在日本是建國時代結束 到德川幕府的江戶時代 那那時候日本就開始鎖國兩百年 那這個鎖國兩百年就影響到台灣的命運 好 那接下來呢 所以歐洲經過的一千多年的那個教會統治之後 那他們也慢慢在轉變 思想也在進步 那當時 在1636年就有一個 基督教的牧師 他當時是在 英國的實民地 就是現在美國的羅德島州 他建立一個民主政府 他就是建立第一的Civil Authority 那他這個目的 是要分別 教會和國家一間 把它分開 把精神 宗教的事物 跟世俗的事物分開 那當時歐洲呢 在1804年的時候 有一個人很厲害 他是 就是拿破崙 拿破崙呢 他建立法蘭西第一個帝國 那東西呢 他的武力太強了 所以他 跟別國打仗他都贏了 他幾乎要併吞掉歐洲各國了 這個是他當時最大的版圖 幾乎已經要併吞掉整個歐洲 所以這個情形呢 是這個 佔領就是併吞 發展到最極致的時代 好 那當時歐洲是這個情形 那 後來怎麼會 演變出這個 發展出這個萬國功法呢 因為當時歐洲是這個情形 當時歐洲人呢 就有很多人在 研究這個國家跟國家之間的法律 那 最有名的就是這個 有兩本書 一本是The Law of Nations 那另外一本就是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那這本是在歐洲 以那個法文寫的 那第二本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就是美國人寫的 因為他們當時看到歐洲這種 減免就是併吞 就可以把別的國家的 民族文化全部消滅 那這個情形他們 因為這樣的情形 他們就有研究這個自然法 然後發展出這個 國家跟民族跟人民的 之間的這個法律 好 那同時這兩本書出來之後呢 就是得到歐洲各國的 贊賞 好 被視為是那個歐洲的 國際法的權威 好 那後來呢 後來到了 十九世紀 就發展出這個 戰爭法 好 然後到二十世紀初呢 就有發展出這個 海牙公約 日內瓦公約 國際紅十字會總會 有關戰爭部分的公約 還有一九四零年 美國陸軍總署有關戰爭法 會編 那之後還有美國最高 最高法院有關戰爭的判例 好 這個就是後來發展出來的戰爭法 好 那這是第一本 The Law of Nations 是多重要呢 在美國的 因為他們當時認為 萬國公法是國際法上關的優勢 那當時的總統喬治華盛頓 他們主持美國憲法會議的時候 他們在憲法條文中 已經有些 下留了The Law of Nations 他們要遵照這一本 The Law of Nations 憲法條文已經明文規定 他有寫了一條在這裡 他規定還有懲罰 在公海侵權盜版犯眾罪 還有違背國際公法的罪行 明文寫在美國憲法裡 所以現在台灣的法理地位 也可以依照萬國公法 跟向美國總統提告 因為美國憲法 明文規定要遵守萬國公法 那這本書就是 The 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這是在1836年的時候 他出版的 那這位是作者 叫Henry Wheaton 這本書 那這本書很重要 這本書在亞洲來講的話 就是比較流通 當時有美國的一個長老教會的牧師 那他受到美國公使的建議 翻譯這本書 把英文翻譯成漢文 在大清帝國出版 那隔年在日本也出版 那隔年在日本也出版 這本書對亞洲影響比較大 那這個 The 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他就寫了清楚 國家應誕生而自然取得主權義務 然後呢 在依法或依慣例 就取得主權權利 所以在萬國公法 來對討論的國家 就最上是國家 那國家就是 祖聯自然而成 祖聯的最小不可分割的一個單元了 所以不可能說 從這個1836年時代開始 國際間各個強權 都有一個共識 就是說國家不可以再被分割了 好 國家領土不可以再被分割 那這樣才能保有 每一個國家的民族特性 好 所以我們大概有個概念 知道嗎 這個國際法理的位階 最大的就是等同於神或上帝的律法 祖聯話 那接下來就發展出萬國公法 那萬國公法呢 在衍生出很多 國際法 公約 條約 戰爭法 美國最高法院有關戰爭的判例 好 這個是基本概念 好 那基本萬國公法呢 在中國跟在日本的命運就不同了 同時呢 這個萬國公法呢 傳到日本之後 有兩位 這一位是叫聖海周 那這位是板本龍馬 好 那這兩位是 共同促成 這個大政奉還的代表性人物 好 那他們引進 他們很有先知先覺 他們發現 這個歐美的強權 到全世界各地 尤其是到亞洲殖民 那他們如果 因為歐美強權已經在使用萬國公法 各國都遵循萬國公法 所以如果日本也不追尋萬國公法 是會被殖民 所以當時亞洲已經很多 很多地方的人被殖民了 所以他們很有警覺性 好 那個 在 設計明治維新的 政府的國家體制的時候 就參考這個萬國公法 所以後來 日本 大日成立了大日本帝國 大日本帝國 在很短不到五十年的時間 可以打敗俄羅斯這個強權國家 是非常不簡單的事情 好 那這位 版本龍馬有一句名言 好 他說 手槍只能殺傷敵人 那這本萬國公法可以振興日本 好 就是這樣意思 可見這本萬國公法是有多重要 好 所以當時 明治天宏 在一百六百年的李維 背後 他向各國 頒布的開國遭遇 他也心靈說萬國公法 動罪是日本對付歐美強權的很重要的武器 是一本書 好 那當時呢 其實清國跟日本都有一些例子 應用萬國公法呢 跟歐美強權 不用 不需要使用武力 就保護自己的一些港口的權益 是已經 當時使用萬國公法 就非常很好 保護住這個亞洲國家的權益 所以可見萬國公法 它的威力是很強的 連歐美的強權 海權國家 他們都要遵守 好 那個是上個世紀的事情 好 那到 現在呢 2010年 從萬國公法 國家協會 已經在遵循國際法 已經在遵循國際法 對不對 因為一個國家 是國際法最小不可分割的元素 所以 所以 烏克蘭的主權完整性 不容侵犯 好 不可以把烏克蘭這個國家分割出去 好 現在 這國際上 這些 連俄國的人 講的話 我們都看了懂 聽了懂 好 那接下來還有這個 美國 東亞事務的助理 國務卿羅素呢 好 4月3號也說 國際社會對俄國併吞克里米亞 做出的制裁措施 那 將會阻止中國採取類似的行動 那他警告中國不要仿效俄羅斯 併吞克里米亞的做法 企圖以武力來解決亞太地區的領土糾紛 好 這個都是在 招告 世界各國 尤其是 具有強權的國家 要遵循國際法 好 那歐盟的 領袖梅克爾也是一樣 他說 俄國併吞 克里米亞違反國際法 所謂的公投呢 違反國際法 那 克里米亞要宣佈獨立 也是違反國際法 那俄國總統普丁 接受克里米亞獨立 也是違反國際法 那 克里米亞呢 要併入俄羅斯聯邦 我們堅定的認為 這樣的行為 也是違反國際法 好 所以大家知道 國際法有多重要 台灣裡面好像沒有人在講國際法 電視上啊 外面的社會沒有人在講國際法 只有台灣民政府在講國際法 外面的世界都在講國際法 我們這個島內很多人不講國際法 非常不可思議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進入這個 戰爭的概念跟結構 好 那戰 發展出 由國際法再發展出戰爭法 那這戰爭法並不是一本書可以看的 它是分佈在很多多國的條約公約裡面 好 譬如說 譬如說海牙公約為主的系統 那它是包括1856年巴黎海戰宣言 1868年聖比德堡宣言 或是1899年1907年的海牙公約 那這個系統的是以限制作戰手段 跟方法的條約 以及慣例法 好 那第二個呢 就是日天瓦的公約體系 好 包括1864年 1929年 改善戰時傷者待遇公約 1949年 改善武裝人員傷患待遇公約 以及平民保護及受難者公約 好 第三個是國際紅十字會 總會有關戰爭部分的公約 包含條約習慣法 國際人道法 國際人道法僅適用於武裝衝突期間 目的是在保護生命健康和人類的尊嚴 所以這就是引導人去向善 即使國家跟國家之間有戰爭糾紛 大家還是要用這個良善的一個方式 一個方式來從事這個戰爭 好 第四個就是1940年 美國洛軍總所有關戰爭法的會編 第五個部分就是美國最高法院 有關戰爭的判例 好 這個就是戰爭法 分佈在這個五大類的系統上面 好 那我們來討論一下戰爭 戰爭的概念跟結構 我們先講什麼叫宣戰 宣戰呢就是國際法中對於 國家自立救濟的方法 分成復仇跟戰爭兩種 好 所以一旦是要用使用武力的話 那有嚴格規定就是要宣戰 海牙公約的第四公約第一條 有規定開戰宣言 要附有理由 或是有明顯的最後通牒 才能形成合法戰爭 所以如果有國家都沒有這個宣戰動作 那他就直接攻擊 可以被視為是恐怖行動 好 那宣戰聲明就代表 該等國家互相承認 就處於敵對的狀態了 好 那比如說我們來看個例子 美國總統布希2003年3月17號 在白宮宣布給伊拉克總統海山 48小時離開 否則就開戰 那這個就是有講了 講得很清楚了 好 這就是戰爭法的最後通牒 那才能形成合法戰爭 對方也可以有所準備 好 接著在3月19號晚上 好 在白宮宣戰 那3月20號呢 美軍就先宣布 空中禁航令 那這是領空占領 好 伊拉克已經沒有抵抗能力了 好 那就表示 美軍 已經完全征服伊拉克了 那美軍呢 就可以進駐 占領伊拉克 先從空中占領 之後呢 地面部隊進去 整個占領 所以呢 戰爭接下來就是什麼 他已經 對伊拉克已經完全沒有 反抗的能力了 所以就是征服了 好 征服之後就可以進入佔領 那 征服呢 有兩個條件 好 就是有能力來徹底結束戰爭 和有能力簽署條約來宣告 自己是佔領全國 好 那我們 回想一下 台灣 捲入這個太平洋戰爭 那是誰 來 攻擊台灣的 是美國還是日本 美國嘛 對 所以美國是 他是唯一攻擊台灣的國家 好 所以他是有能力徹底結束戰爭 好 那 之後呢 也要有能力簽署這個條約來宣告 他自己是佔領全國 那這一點等一下我們會看那個 舊金山和平條約 好 第23條 他有能力 找了51個國家來簽這個和平條約 然後宣告自己是主要佔領全國 好 那佔領呢 有兩個原則 佔領不得已轉主權 也不能併吞這個土地 在拿破崙時代之前呢 佔領就是併吞 那這個已經違反自然法了 所以呢 之後的國際法就規定 佔領不能併吞這個土地 所以最終要結束佔領 來讓當地的人民來組成民政府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正在做的事 各位正在做的事 好 那這個戰爭我們會發現說 戰爭的佔領是什麼時候開始 佔領全國是誰 佔領是什麼時候結束 好 這些問題呢 我們來看以下的例子 伊拉克戰爭 美墨戰爭跟美西戰爭來解釋 好 那佔領期間 比如說是 美國是佔領 戰勝國 佔領國 那它就是 由 美國軍事政府 來佔領 好 它英文全名是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我們知道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民政府的上面的上司老闆 好 我們要 那個聽命這個美國軍事政府的指揮 好 比如說 波多黎各呢 他是 有條約 有一個巴黎合約 割讓給美國 所以呢 美國國會會通過 組織法 成立民政府 好 這是有條約去割讓給美國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海牙公約 好 海牙公約有規定 好 這個 第42條規定 佔領地實際上被敵軍組織控制的一個地區 那佔領範圍是緊急於當局建立的實際控制的區域 好 第43條呢 交給佔領者守中時呢 除非這個情況所不允許 不然佔領全國應該盡全力恢復跟保證該地區公共秩序與安全 同時遵守該地區已經生效的法律 那我們回想一下 台灣被中華民國佔領 中華民國有盡全力恢復跟保證該地區的公共秩序與安全嗎 同時有遵守該地區的法律嗎 並沒有 因為中華民國來佔領的時候 當時他把台灣的很多米跟糖運到中國去 造成台灣這裡生活秩序大亂經濟蕭條 然後他後來又造成了這個228事變 所以呢 中華民國佔領台灣是違反了戰爭法 海牙公約第四十三條的規定 而且他呢 沒有遵守當時台灣的法律 是台灣總督府的法律 他用他中華民國的法律來這邊實行 他也是違反戰爭法 這是其中的一條 第四十七條有說 不得因佔領領土的結果 引起該地制度或政府的變更 中華民國佔領台灣 是不是違反了這一條 中華民國在台灣全島施行這個選舉 那這個是違反國際法 不可以改變當地的制度跟政府 因為他在台灣弄了一個台北市 高雄市這個院俠市 還有台灣省 這都不是當時台灣原來的制度 這個是變更被佔領地的制度 所以這個也是違反了這個第四十七條 第四十九條 禁止強制大規模的人口遷出或遷入佔領國的領土 佔領國不得將其本國的平民之一部分 驅逐或移送到他所佔領的領土 當時 一九四九年中華民國 是不是 大量的引進兩百萬的移民進來台灣 所以他也違反了第四十九條 這條戰爭法 然後呢 又把當時駐在台灣 一般合議的跟合議的日本人 他們大概五十萬人 包含一般的平民跟軍人 也遣送了回日本 分個七個提次回日本 所以呢 他們當時這個做法也違反了 戰爭法日內瓦第四公元第四十九條 那這都是他犯了戰爭罪的作為 好 那我們接下來再來看 一樣也是受到質疑的一個軍事佔領的例子 就是以色列 以色列呢 在戈蘭高地 加薩走廊 約旦和西岸 他們都是 以色列呢 都是違法的佔領 而且他 而且他還一樣 跟中華民國一樣 好 叫了很多人 進駐這個 格蘭高地加薩走廊這些地方 那這個聯合國都明確表示不承認以色列這樣的佔領 好 甚至要求2005年要求以色列要提出撤退的計畫 要撤出居民 好跟地面部隊 好 或是說 聯合國跟歐盟都不承認以色列併吞 好 這個以色列有這麼多例子 好 好 都是違反國際法 所以國際組織都不會承認 好 那這個是 二次大戰後 同盟國 好 軍事佔領日本 好 有分了七個區域 好 那我們再來探討 佔領不能一轉主權 給戰勝國 好 軍事佔領只是一種暫時狀態 那在和平條約簽署之後 不表示軍事政府不存在 所以要等到當地平民政府成立之後呢 才能結束這個軍事政府 所以我們正在做重要的事情 就是成立這個民政府 好 軍事佔領不是兵吞 是國際法的鐵則 以美國而言 這個觀念在19世紀 就已經執行了 好 那設立這個軍事政府呢 是要以立行政司法立法人做 好 那軍事佔領呢 不可以一轉主權 他有明文規定 就是在這裡 好 美國陸軍戰場手冊 會編 FM27-10 第六章 好 佔領這一篇 好 有寫到 確實的平定或征服 好 我們看 對外的戰爭中的交戰國佔領 基於佔有敵方領土 意味被佔領地的主權 不受於佔領國 有沒有 被佔領地的主權 不受於佔領國 好 這邊有一句 好 佔領本質上是屬於戰時性質 所以不可以永久佔領 永久佔領就是有一個目的 就是要把當地的人民呢 完全同化 好 讓這個民族消失他們的特性 那中國呢 就是常常在做這個事情 他們現在也在西藏做這個事情 那在台灣其實他們也做了這個事情 好 那在358條有寫 一樣有寫 更清楚 occupation does not transfer sovereignty 佔領並不移轉主權 好 這寫得很清楚 好 不可以轉移主權給佔領者 好 所以這個都有明文規定 好 這個也是一樣 交戰國在戰鬥中兼兵占領地 或是在那裡建立新的國家 是不合法的 那目前就有人在台灣要做這個事情 好 要在台灣建立新的國家 那這是不合法的 好 那我們再插播一下這個 好 這個occupying power 因為這等一下會看到這個 究竟三合平條約 會寫到這個occupying power 是單數 並不是負數 好 所以 這個意思是說是主要 不是指定的一個佔領全國 所以在究竟三合平條約寫的 就是單數 唯一 可以佔領台灣的佔領全國 就是美國 那中華民國呢 來佔領只是代理佔領而已 它並不是 是要佔領全國 好 那這個麥克阿瑟有發佈 一般命令第一號 所以呢 當然 他是美國人啊 他是美國軍官啊 所以 答案 誰是佔領台灣的occupying power 那答案就是美國 好 這個是第23條 有寫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s 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好 單數喔 唯一的一個佔領全國 就只有美國而已 好 那佔領不能移轉主權呢 我們再來看幾個案例喔 比如說 古巴 還有菲律賓 日本 好 這個古巴呢 是在美西戰爭的時候呢 被 西班牙戰敗簽了巴黎合約 那就放棄古巴的主權 那美國呢 是佔領方 軍事佔領4年後呢 承認古巴獨立歸還的主權 好 它沒有成為美國的一州 第二個例子是菲律賓 一樣也是美西戰爭 好 當時 菲律賓是西班牙的殖民地 那後來發生 美國跟西班牙戰爭之後呢 西班牙戰敗 那一樣把這個菲律賓 割讓給美國 所以 菲律賓就轉變為美國的殖民地 好 那 他就先組織一個民政府自治 那在被美國軍事佔領48年呢 承認菲律賓獨立 那一樣 歸還主權給菲律賓人民 好 所以 並沒有轉移主權給美國 好 第三個呢 是 日本 以琉球的例子來講 琉球呢 當時也有成立民政府自治 那 在被美國呢 軍事佔領27年後呢 一樣也是歸還了 這個主權給日本的天皇 那交由日本首相來管理 一樣也是沒有成為美國的領土 那這也是第三個證據 比如說近期的阿富汗 好跟伊拉克一樣 都是先重組了民政府自治之後 美國雖然是戰勝國 佔領全國 但是呢 他還是要歸還主權 好 預定在2014年12月31號 要歸還主權 好 也是沒有成為美國的領土 也沒有成為美國的一州 或成為美國人 伊拉克也是 都是一樣的例子 所以有這麼多民政府的例子 大家都要有信心 外面很多人不知道 各位很有智慧 進來了 知道這個都是國際法的慣例 譬如說德國的部分呢 繼續看這個案例 德國當時二次大戰後 一樣 也是被美國、英國、法國共同佔領 西柏林 那軍事佔領 41年後 也是歸還主權給德國了 東柏林是蘇聯佔領 那一樣也是在41年後歸還主權 並沒有成為俄國的一個領土 那這些都是這麼多 佔領不得已存主權的一個證據 所以我們呢 台灣民政府呢 知道有法源了 法源就是這個 戰爭法、國際法、萬國公法 所以我們台灣民政府 就是依據戰爭法來組成的民政府 那我們有一點要知道就是說 佔領者的意志就是被佔領者的法律 我們是被佔領者 美國是佔領者 所以 美國常常說 不贊成台灣獨立 那 也不贊成台灣統一 所以美國的意志就是被佔領者的法律 他怎麼說我們就怎麼做 我們要服從 好 這個是 美西戰爭的 美墓戰爭的圖片 當時這個墨西哥這麼大 那這個是 一個獨立的德州 那後來美墓戰爭之後 這邊全部割讓給美國了 好 那這是美西戰爭 美西戰爭呢 好 這個西班牙在這邊 美國在這邊 好 從這邊一直打 打到亞洲菲律賓來 好 西班牙艦隊在菲律賓慘敗 好 所以就 戰敗了 然後就牽了 四個島一個是古巴 古巴波多里各 好 菲律賓館島給美國 好 那這個是古巴 好 這邊 這邊是波多里各 好 好 那這個 透過 美國國會 通過這個 法律來組成民政府 那這個是 割讓給美國地區 就是剛剛講的 菲律賓館島 波多里各 還有美墨戰爭的加利福娘州 那如果是 不是讓給美國地區 就是像 台灣這樣 台灣伊克拉克 琉球古巴 那我們在地的人呢 要自己爭取比較大的自治呢 正確路徑 是建立自己的民政府 而不是 不是說要喊台灣獨立 那這個 我們來看 例子 割讓給美國的地區 加利福尼亞州 關島 波多里各 菲律賓 好 那他們呢 都有 由美國國會 來 成立法案 形成一個民政府 好 這個可以參考 好 這個都講過了 好 這個 不是割讓給美國地區 就是 古巴 琉球 伊拉克 台灣 那這是當地人民自己組成民政府 好 這個琉球呢 他是在1952年4月1號 就成立了民政府 那台灣呢 是在 2008年的2月2號才成立 經過了63年才成立 好 是 一位秘書長 研究這個 台灣的法理 我們才有機會 才知道這樣的 國際法理的事實 好 到了2008年才成立了民政府 好 那 民政府有沒有什麼 證明說 我們是 合法的民政府 也有 比如說這個是 美國司法部 一個回函 給台灣民政府的回函 那這個也是台灣政府基金會 是由美國官方核准的文件 這都有文件 在2013年3月15號有一個文件 好 那這個都有署名 是 美國哥倫比亞特區政府 好 證明書 好 那這個是 有司法部的署名 好 這個官網都有 各位可以去看 好 這個也是 官方證明文件 證明我們是 美國 軍事政府 認可的一個 合法的民政府單位 好 這講過了 好 那 琉球返還呢 琉球到了1971年 6月17號呢 就簽了一個 琉球返還協定 因為琉球是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國土 所以呢 不可能 轉移主權給美國 所以最後還是要 歸還主權 給 大日本 天皇陛下 好 那我們看這個 一個總結 好 原來是一個主權國家 經過兩國宣戰 好 兩國就開戰了 那 開戰之後呢 就成立軍事政府 好 交戰當中 好 然後 如果 譬如說 美國就 武力比較強大 兩個原子彈 就征服了日本 所以就停戰 軍事佔領就開始了 那之後軍事政府就會進駐 進駐之後呢 就成立一個民政府 之後呢 會再 成立 正式的政府 那 結束這個軍事佔領 之後再完成撤軍 最後再 以交主權 恢復一個主權國家 好 所以 這樣一個循環 那 現在台灣民政府呢 台灣呢 是 是 走到這裡 就停住了 好 軍事佔領 佔領了 快70年了 這個非常久 會卡在這裡呢 全部 台灣人都有責任 因為我們 一直在參與 中華民國的事務 我們繼續在延長 中華民國 這個 流亡政權的 壽命 是我們自己造成 這個軍事佔領卡在這邊 卡這麼久 好 那 但是我們現在已經成立了民政府 所以要繼續往前走 好 才能恢復一個主權國家 好 那 琉球是一個 我們很好參考的一個模式 就是 琉球跟台灣呢 一樣都是 大日本帝國建構的一個憲法的主權領土範圍 所以琉球呢 成立民政府之後回歸日本 那也是我們台灣 一個很好的一個 模式 可以 學習的一個模式 好 這個是在 昭和20年4月1號 就是1945年4月1號 昭和天皇有下一個招書 好 讓台灣 跟當時那個朝鮮呢 天皇下一個招書讓台灣人可以有參政權 參戰權 好 那就是併入了大日本帝國的一個國土 等於是憲法急於這個領土了 所以 那時候的台灣人民開始就有參政權跟參戰權 那 當時的人民呢 也 都成為大日本帝國的公民 好 所以1945年的4月1號之後 台灣在這裡就成為大日本帝國 神聖不可分割的過有的國土 這句話才是正確的 那個 台灣是中國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這句話呢 被騙了好幾十年 是錯的 好 所以當時呢 琉球被佔領了 當時我們了解一下 當時呢 公民的權利義務是被選擇的 那現在台灣也是一樣 本土台灣人的 公民的權利義務也是被選擇 所以並沒有台灣公民這個稱呼 現在 外面有些人在抗議 在說公民怎麼樣 公民怎樣 本土台灣人的身份並不是公民 好 所以不要被那些人誤導了 台灣 本土台灣人現在是被佔領地的人民 所以我們只有效忠的義務 好 我們並沒有公民的權利 我們只有繼續效忠 日本天皇的義務跟服從 順服美國軍事政府的義務 好 我們並不是公民 這一點自己要知道 好 所以 台灣民政府呢 希望大家 台灣 本土台灣人都來 趕快認證 自己是本土台灣人 那流亡到日本台灣的中國難民呢 他們現在的身份 正是 他們還是 仍然擁有正式的中國國籍身份 跟我們是不一樣 這個身份到現在都沒有改變 好 這是當時的 琉球 有一個民政府的辦公單位 那 琉球 沖繩民政府的一個職員 好 這是當時 琉球的旗幟 美國軍事政府 琉球列島 美國軍政府呢 成立了 沖繩民政府 宮古民政府 八重山民政府 琉球列島 美國民政府 成立 設立一個琉球政府 那這些都是一個過渡單位 那當時琉球呢 那當時琉球呢 有 發行這個 身份證明書 以及 日本渡航證明書跟 好 旅行證件 所以 我們 台灣民政府也是 正在做這兩件事情 除了發 發行身份證之外 我們也要求美國軍事政府呢 能夠給我們 這個 旅行證件 好 下一個是什麼是流亡政府喔 流亡政府呢 定義是說 為某一個國家的合法政府 但因為各種 各種原因不能執行法律的權利 然後流亡住在其他國家的臨時政治性的組織 所以是住在其他國家 那 有一天呢 他們回到他自己的國家才可以 重新運作 重新掌權 那這個流亡政府呢 是一個臨時性的政治機構 那他也可以獲得外國政府的支持 好 那他有可能會形成強大的力量 其實這個在指的就是中華民國 那可能 對實際掌握國家的競爭對手 構成嚴厲的挑戰威脅 好 所以這流亡政府也是要得到國際承認 好 才可以的 那當時呢 二四大戰之後 歐洲各國都到英國倫敦設立了流亡政府 當時倫敦是各國流亡政府的大本營 比如說有 法國倫敦 還有什麼荷蘭倫敦捷克倫敦很多 好 這是當時的很多流亡政府的名字這麼多 比如說有這個南斯拉夫流亡政府 那當時在這個日韓併合之後呢 大海民國也有流亡政府 流亡到上海 比如說有Korean Shanghai這個流亡政府 然後他們也跟著蔣介石的軍隊也繼續流亡到重慶去了 那還有一個流亡政府就是西藏流亡政府 那是因為被中國這個宗教迫害 所以他們的阿埃喇媽帶領了西藏人民流亡到印度的德蘭沙拉 好 那我們來看 我們來探討一下流亡政府 我們首先要看的是這個蒙特維多國家的權利義務的公約 作為國際法人呢 應該具備下界條件 永久人口 結定領土 政府跟外交關係 那這個公約也對領地的放棄轉讓過戶有規定 有需要完成法人主權傳移 好 好 比如說中華民國這個流亡政府呢 他有沒有永久人口 有沒有界定的領土 好 那我們來說明一下 這個中華民國 他有沒有永久的人口 譬如說他在1945年有些聲明 但是常常引述本土台灣人 是中華民國的國籍的法律依據 是中華民國軍方在1946年1月12號 發佈的行政命令 那這個直接發佈本土台灣人 被佔領地的人民 成為中華民國的國民 那這是違反國際法的 當時的英國跟美國有三度表示抗議 表示欠然的統一中華民國這個作為 所以他這個人口是得來是違反國際法的 好 界定的領土呢 他只有金門馬祖還是他殘餘的領土 那台灣只是他的佔領地 並不是他的領土 政府呢 看起來是有一個政府 那外交關係呢 其實這個流亡政府呢 也是被允許 國際上也是允許 可以跟各國簽一些 雙邊條約或多邊條約 所以看起來好像是 合乎一個政府的形態 好 接下來我們看台灣 台灣有合乎這個國家的要件嗎 永久的人口呢 台灣只是一個地理名詞 所以並沒有一個國家叫做台灣 台灣 那我們其實我們也不能稱作是台灣人 我們其實是日本人 所以也不能稱作台灣有台灣人 當時大日本帝國時代我們是稱是本島人 那界定的領土呢 台灣是一個地理名詞 那並沒有一個國家稱為台灣共和國 或是台灣民主國 政府呢 並沒有台灣的政府 那個政府是一個以中華民國的名義 並不是台灣的政府 那外交關係呢 很多對外的關係是以中華民國的名義 在來往的簽訂的 並不是用台灣共和國的名義來簽訂 所以用台灣看起來更不像是一個國家了 那這個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看起來好像是一個國家 他也被允許有自己的憲法 提供一些外援 或是保留一些主權國家給他的外交承認 或是他也可以發行身份證 允許有政黨 允許有選舉 這個西藏流亡政府也可以做這些事情 看起來好像是一個國家 但是呢 並沒有法律程序 可以讓流亡政府呢 就地合法化 成為這個國際工人的一個合法政府 所以為了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為了得到合法性呢 流亡政府必須返回他的祖國 奪回政權 或是重新成為當地合法的政府 所以中華民國 現在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簽了ECFA之後呢 他們就已經是和解 他們可以 他們中華民國可以合法的回到他的祖國了 所以台灣人 本土台灣人不要去阻止他們和解 應該反而恭喜他們要回歸祖國了 我們看一下這個 我們看一下這個 1926年呢 中華民國地圖 這是朝鮮 半島 台灣 這是白色的 這邊才是中華民國的領土 1926年確定這個 領土並不包括台灣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一些例子 好 中華民國呢 或是台灣一直想要 認為或是 教育本土台灣人說是一個國家 然後也常常想要 藉由加入聯合國來證明自己是一個國家 那 有很多 很多人呢 很努力的 成立一些組織 加入聯合國的組織 那 可是呢 結果都告訴他們 不管是用中華民國呢 或是台灣呢 此路都不通 流亡政府想要就地合法 此路都不通 為什麼呢 因為 中華民國是一個流亡政府 他在 1971年10月25號的時候 已經被逐出 聯合國的席位了 這個都有證明文件 好 那 另外有一部分台灣人呢 很努力 他們在不知道國際法理的時代呢 他們很努力要讓台灣 脫離中華民國加入 這個聯合國成為一個 國家 可是呢 他們從1993年就開始努力 每年都到聯合國的門口 9月份都到聯合國的門口 去 遊行 表示說 台灣想要加入聯合國的意願 那 但是呢 年年都被拒絕 那在1996年呢 聯合國還有一個回函 對於台灣加入聯合國有一個官方的回函 竟然是說台灣是中國的一省 所以這個 這兩條路呢 想要成為 一個國家 一個是想要就地合法 那一個是想要借殼上市 那這樣都沒辦法成為一個國家 這兩條路都不通 所以呢 在2009年9月份的 英國的經濟學人雜誌呢 又寫了一篇 很妙的文章 他說 台灣不想加入聯合國了嗎 在今年的聯合國大會上呢 有像傳統消失了 從1993年以來 台灣 首度沒有 要求邦交國 幫忙提議 讓台灣加入聯合國 好 然後以下我就不念了 然後 還有一句話是說 中國的反應相當不尋常 對台灣的改變呢 沉默已對 為什麼會這樣呢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時間 2009年是什麼時間 2009年 4月7號 美國最高法院 給 這個台灣人一個判決 就是林志生控北案 2009年 10月7號給台灣一個判決 第一個台灣人沒有國籍 第二個 台灣人沒有一個政府 國際承認的政府 第三個台灣人的 至今人生活在政治戀獄當中 第四個就是 都處美國行政單位要 協助台灣人 的人權 所以呢 中國的反應很妙 沉默已對 因為他們也知道 這個 這個台灣國際法理的事情 當時控北案的時候 也有請 美國方面也有請中國代表 道庭聆聽 所以中國是非常了解這個國際法理的 好所以 以中華民國 想要就地合法 或是台灣 想要借用 這個中華民國 這個形式 借殼上市成為一個國家 都不可能 這是他們寫的文章 中華民國 用中華民國名義 弄了十幾年還是一樣 沒有辦法 好那接下來就是這個 賀店解碼 證明說流氓政府 不可能就地合法 好這2004年 2008年跟 2012年 那個 總統的選舉 所謂的總統的選舉 美國方面給的一個賀店呢 都是寫 某某先生勝選 恭喜某某先生勝選 好譬如說 2004年 恭喜陳先生勝選 對於勝選者 並不稱為總統 並不視為他是一個 合法國家的總統 好 一樣喔 2008年 也是喔 恭喜 馬英九先生勝選 並不稱為總統 好這個一樣 12年也是一樣 這個賀店 對勝選者呢 就是 直乎其名 並不稱為總統 那這表示說 我們在選舉 都是假的 好 那這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說 美國總統呢 跟本土台灣人 我們 的關係是建立在 總署於萬國公法的戰爭法 這個架構 那美國總統跟在台的中國人呢 他們並沒有法理關係 他們存在的只是一個政治關係而已 好 那用這個圖會看得更清楚 好 根據萬國公法戰爭法國際法 修行三和平條約 那走這條路的是法理台灣 好這是台灣民政府 那根據這個台灣關係法呢 走這條路的是政治台灣 那這個是指的是代理 代理佔領當局 或是流亡的中華民國殖民政權 那這兩條路呢 是平行線 不可能交叉 不可能重疊 走錯路的話就 再見了 好那接下來第三個主題 我們來探討 誰擁有台灣的主權 是平埔族 還是高沙族呢 我想我們在座很多人都是平埔族 跟高沙族的後代 好那 我們擁有台灣的主權嗎 好首先呢 其實 告訴各位 台灣確實擁有主權 好在 400年來 確實擁有完整的主權 不是說沒有 是在1905年 開始台灣就已經有 完整的主權了 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 1895年 大清帝國大皇帝哥讓 台灣領土給 大日本帝國皇帝的時候呢 當時其實 只有六個 屯肯區 那 大清帝國呢 還是 他認為那六個屯肯區 就叫做台灣 好那這是他的認知 那當時 那當時國際社會看這個 我們現在說的台灣島 是叫做 撫爾摩沙島 好那當時所謂的台灣其實 更早之前甚至只是一個 台南的一個安平港而已 好那只是一個港 一個城市而已 還稱不上是一個城市 只是一個小小的漁港 好但是 沒關係 大日本帝國認為 他認為的台灣就是整個西半部那個 六個屯肯區 他把這六個屯肯區呢 割讓給大日本帝國 之後呢 但是大日本帝國 接到之後發現說 整個高山地區 並不是 清國並沒有政府過這個 他並沒有擁有過這個高山地區 好所以 他們當時很困擾 然後 就請了這個 當時的 美國駐台灣領事 他是 1896年到1904年 美國駐台灣領事 James Davidson 那請他來 研究一下說 這個高山族 高山族有沒有主權 那這個 因為當時美國跟印第安人 他們有這個 做那個經驗 所以請這美國人來研究 原住民到底有沒有 高山國的主權 那結論就是說 當時呢 高山族只有 酋長 部落酋長 並沒有領土主權 所以後來日本 日本 日本就動用警察軍隊 好去征服了高山族 好 所以呢 當時 1905年開始 確實 大日本 大日本帝國 整個征服了台灣全島 福爾摩沙全島 所以 台灣確實 400年 已經 已經有 第一次的完整的主權了 好 那我們接下來 之後還會 有證明說 大日本帝國 日本天皇擁有台灣主權 就是 在1922年 華盛頓的裁軍協定 第10條 第19條有 證明說台灣澎湖是日本的領土 好 那這個是下官條約 下官條約就是簽訂 大日本大清帝國大皇帝陛下 也是大日本帝國大皇帝陛下 來訂這個 條約 當事人是皇帝陛下 好 這個是代表 好 那 有些中國人主張台灣還是 中國的領土 他們不承認 就用這一句話來說 好 中國將管理以下開地方之權 管理 管理之權 勇於讓度日本 所以有些中國人會 說 只有割讓管理權 沒有割讓主權 好那我們繼續來看 那當時簽這個下官條約呢 有一個 議定專條有規定喔 彼此約明本日署名概印之合約 天背英文與該約日文正本 與漢文的正本 教對無額 第二 彼此約明日後 設有兩國 各執日本正文或漢正文 各有辯論 及以 上開英文 約本為平 這個是以 英文的約本為平 免得有 錯 遭公允喔 所以呢 寫的是中文或日文 寫的是中文或日文 都沒關係 如果有糾紛要以英文為準 所以我們現在要來看英文版本 英文版本寫的是 China ceded to Japan in perpetually and full sovereignty 那這個就是歌浪的意思 歌浪什麼 永久跟完整的主權 Sovity就是主權 所以有些中國人會硬拗說 只有歌浪管理權 那有爭議 有爭議我們就 要看英文版本 所以是不折不扣的 領土完整的歌浪 好那這是中文版本 中文版本 中國人怎麼寫 他們 亂寫也沒有辦法 好那這個是 中文版本 這是他們那個 中華民國外 這邊有寫個外 外交部 他們 印出來的 所以這裡確實寫的是 大清帝國 大皇帝陛下 以及大日本帝國 大皇帝陛下 所以是皇帝跟皇帝之間簽約 那日本 日文版本 確實有寫 確實有寫 歌浪完整的台灣主權 所以 日文版本跟 漢文版本就有糾紛 有糾紛就來看英文 以英文為準 這個就是 Majesty of Emperor of Japan 日本的 皇帝 以及 Majesty of China 這個中國的皇帝 好一樣 這個就是 歌浪 永久 完整的主權 福爾摩沙跟澎湖 好 這樣就 沒話講了 以英文版本為主 所以確定台灣已經完整的歌浪給日本 天皇了 所以呢 之後呢 在 1922年的 財軍協定呢 也很清楚的 有寫 當時呢 美國英國法國 義大利五國 簽了 在華盛頓簽定 這個限制海軍的 軍備的條約 所以當時呢 當時有界定 這邊是日本領土 好 那我畫這邊 台灣在這邊 好 有界定這是 日本領土 那這邊是 德國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後 交給 這個 日本的托管地 那這一塊是屬於日本領土 所以寫得很清清楚楚 當時 各個強國 五個強國 也都 明文承認這個領土的範圍 好 所以我們知道 這個 主權權利跟主權義務構成一個完整的主權 好 那這個 下關條約的英文版本寫的就是 Fal sovereignty 包含了 Right title claim 跟application 主權義務 那 如果是這個 像日 日韓並和條約的話 他寫得很清楚就是 擱讓 永久擱讓主權權利出去了 給 日本天皇 好 所以他還保留了主權義務 那如果是被佔領者呢 主權 主權權利也是被懸置 比如說美國是 佔勝國 佔領全國 那他就 拿走了這個主權權利 但是要保有這個主權權利 他還是要 因盡這個主權義務 負責保護這個領地跟人民 好 那這個是剛剛講過 當時呢 福爾摩沙並不等於台灣 當時 清國只有六個漢人屯肯區 淡水 彰化 嘉義 台南 鳳山 只有六個屯肯區而已 所以當時呢 島上還有很多人 並不是大清帝國的臣民 好 所以大清帝國並沒有對 福爾摩沙建構主權 只是對台灣的部分地區 六個屯肯區 只有 統治管轄權而已 他其實也只有管轄權 好 但是他就 製作主張就可以把 整個台灣割讓給別人了 好 那這個也是一個證明喔 證明當時 台灣已經是 大日本帝國的領土 這是日本時代呢 台灣人有日本護照 我們的 阿公阿嬤或是爸爸媽媽呢 當時是日本人喔 是有日本 成名的身份 當時的清國 清國人呢 清國人要付台灣的護照 護照是什麼 要出國到外國要護照嘛 所以清國人到台灣要護照 所以確定 台灣是 大日本帝國的領土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這個 開羅會議喔 中國人 這個開羅會議 仍然 說台灣是中國的領土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好 開羅會議呢 開羅會議開完之後呢 只有發佈一個 community 就是公報 並沒有 並沒有一個 declamation 沒有宣言 公報 公報 或稱官報只是 公家機關發佈的一個檢要報告或聲明 宣言是事實意見或信念或書面或口頭表示 所以公報並不是條約 公報並不是條約 也不是協定 都不是喔 好那我們來看喔 這三份文件是 這三份文件是 去年底 12月1號的時候 美國 美國 拿出來 交給 中華民國政府 交給馬英九 他們辦了一個 開羅宣言 70年的一個 討論會喔 所以這是正式的文件 所以當時 開羅會議是怎麼回事呢 開羅會議一個三個正式的文件就是這個 community 公報 那左邊這一份寫的是 American draft of the community 那這個是 是由那個 羅斯福總統 他修改 修改過後的 好 那這只是草稿 公報的草稿 好 那中間這份的標題寫的是 第一次的開羅會議 第三份這個標題寫的是 British draft of the community 就是英國的 公報的草稿 那這個只是一個新聞公報 所以這個很清楚 美國拿出來的文件 他是一個 新聞公報而已 好 那 這位呢是當時 那個開這個開羅會議三巨頭之一 邱吉爾的孫女 他有 他有來台灣 那他也有公開說 當時只是新聞公報 並不是條約 也不是宣言喔 連宣言都不是 好 那這就是剛剛講過了 好 所以我們知道說 開羅 開羅會議 最後出來只是一個新聞公報 並沒有條約 也沒有宣言的限制 那但是內容呢也很重要 內容寫的是什麼 好這都是 中間過程的內容 那最後版本的內容 最後 11月26號 定告寫的是什麼 All the territories Japan has stolen from the Chinese Stolen 偷來的 從中國 中國人那裡偷來的 那我們剛剛已經證實 下官條約是合法的 一個簽訂的條約 好 以英文版本為主 確實格朗 所以並不是Stolen 不是偷來的 所以如果 即使這個開羅是一個宣言 或是條約 寫成這樣 Stolen的話 那這個在法律上 已經失效了 因為他法律用語 要很 準確 如果其中一個字寫錯了 寫成Stolen 偷來的 那這個 這個 即使是條約 我看也是 沒有辦法實行的條約 好 所以我們知道 重點就是這個字 這個其實是當時 羅斯福總統 主導寫出來的文字 好 所以呢就有 疑問說 日本是不是以武力取得台灣 並不是 日本當時 甲午戰爭 並不是以台灣為標的 發動的戰爭 那是以朝鮮 朝鮮當地的安定發動的戰爭 跟台灣無關 那所以後來 日本也不是 從中國人手中竊取台灣 所以 台灣 為什麼要還給中華民國呢 所以其實英美兩國 當時並沒有打算 將 澎湖群島跟台灣 還給 中國 好 那我們看完開羅會議 我們再來看一個 我們再看一個 那個 舊金三合約 剛剛看過了 日華台北條約 我們看一下就好 一分鐘 日華台北條約是簽訂在1952年的 4月28號 舊金三合平條約是在1951年9月8號前 生肖日也是1952年4月28號 所以4月28號的凌晨 應該已經生肖了 可是呢 4月28號 4月28號 才簽了一個 日華條約 所以其實 以舊金三合平條約為主 所以當時日本其實已經放棄 對台灣的主權 的權利了 所以 日本 前 駐台代表 齋藤正 訴說的很對 他說 對台灣 法律地位的問題 日本政府 沒有獨立 獨自進行認定的立場 他說的完全正確 好 所以我們知道 到現在為止 台灣人是 台灣的主權 仍是在日本天皇手中 只是現在是 美軍佔領當中 所以 台灣的法律地位 現在是日俗美戰 已經非常清楚了 所以各位 應該有了解了吧 謝謝 謝謝各位